在一片深山里警方拉起封锁线 因为稍早这里招人发现一名比丘尼 倒卧在地而且早就没了呼吸心跳 原警仔细进行财政不放过任何细节 这起事件发生在28日上午9点多 台南南西区的梅岭风景区 民众发现在深山里修行的67岁理性比丘尼 倒卧在偏僻的产业道路 而且头部 手部 脚部有多处撕裂伤 警方不排除是动物抓伤 附近居民不敢相信 回想不久前还看到死者最后身影 在四月底我们又有回来 但是都没有看到他们 根据了解这名比丘尼是台中人 今年一月独自前来修行 平时跟一名女子同住 警方在现场没有发现明显打斗痕跡 前往死者在深山修行的住所 也没有发现翻箱倒柜的迹象 附近居民也表示他为人和气 没有听过与人结怨 详细的死因尚待解剖进一步厘清 接着陈镇茂阳宗燕台南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汉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